汉中位于陕西省南部、四川省北部、甘肃省东南部、湖北省西北部交界处,是秦岭、巴山、大巴山、秦巴山等多条山脉交汇处。 它是连接中国西北、西南、华北、华中等地区的重要通道,也是中国古代四大民官之一杨平官所在地。 汉中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 秦末汉初时期,刘邦因为张良的建议,率领部队占领了汉中,从而获得了宇项羽争夺天下的优势。 汉末三国时期,曹操和诸葛亮也都想争夺汉中,以增强自己的实力,为自己的霸业奠定基础。 那么,曹操和诸葛亮在取用汉中战略上有什么不同呢? 他们的不同又反映了他们什么样的性格和人格魅力呢? 在三国时期,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势力十分强大,以低枪为首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 他们经常与中原地区的王朝发生冲突,也经常与各方势力结盟或反目。 曹操和诸葛亮都认识到了低枪等少数民族势力的重要性,都想通过联合或征服低枪来控制汉中地区。 但他们对待低枪的态度有所不同。 曹操是一个强硬而狡猾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 他对待低枪等少数民族的态度是利用和打压相结合。 他先是通过中摇等人与低枪结盟,利用他们对抗袁绍和马超等人,后又派兵进攻梁州,企图消灭低枪等少数民族势力。 曹操对待低枪等少数民族没有真正的尊重和信任,只是把他们当作棋子和敌人。 诸葛亮是一个温和而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 他对待低枪等少数民族的态度是尊重和合作。 他在龙中队中就提出了与低枪和南方少数民族修好的愿望,希望巴蜀地区、低枪民族和南方蛮夷能和平共处,实现天下统一。 诸葛亮在北伐时期也多次与低枪等少数民族结盟,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。 他对待低枪等少数民族有真正的友好和信任,把他们当作同盟和朋友。 由此可见,曹操和诸葛亮在对待低枪等少数民族的态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,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。 曹操是一个野心勃勃、冷酷无情、权谋手段的人。 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不在乎别人的感受。 诸葛亮是一个仁义博爱、谦虚谨慎、智谋卓越的人。 他关心天下苍生、尊重别人的意愿。 在三国时期,汉中地区虽然是一个战略要地,但也是一个交通不便、资源匮乏、环境恶劣的地方。 从巴蜀地区进攻汉中地区要经过险峻的山路和河流,运送粮草十分困难。 曹操和诸葛亮都面临着粮食短缺和运输的问题,都想通过治理汉中地区来解决粮草问题。 但他们在解决方法上有所不同。 曹操是依靠百姓而诸葛亮是依靠发明。 曹操在占领汉中后,派遣政魂为太守。 督促百姓开垦荒地,增加粮食产量。 他还让关中地区的人迁入汉中,以增加人口和劳动力。 曹操的目的是把汉中建设成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,为他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粮草。 诸葛亮在占领汉中后,也督促百姓耕种粮食。 改善民生。 他还利用自己的才能,发明了一些运输粮草的工具。 如牧牛流马,流水马等。 这些工具可以在崎岖的山路上自行行走。 减轻了士兵和百姓的负担。 诸葛亮的目的是把汉中作为一个跳板,为他的北伐提供便利的出发点。 由此可见,曹操和诸葛亮在解决粮草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方法和目标。 曹操是以百姓为本,以汉中为重。 诸葛亮是以发明为辅,以北伐为先。 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战略思维和政治理念。 曹操是一个务实而稳健的统治者。 他重视民生和地方建设,为卫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诸葛亮是一个理想而进取的谋士。 他重视创新和军事行动,为蜀汉争取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。 汉中地区不仅是一个战略要地,也是一个历史名地。 他曾经是汉高祖刘邦的根据地,也是西汉开国功臣韩信或去病等人的封地。 他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霸业有着密切的联系。 曹操和诸葛亮都把汉中地区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, 都想通过汉中地区来实现自己的霸业。 但他们在战略目标上有所不同。 曹操的战略目标是统一天下,恢复汉世的秩序和威望。 他认为自己是汉朝的忠臣,有义务平定天下之乱,维护皇帝之威。 他曾经说过,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曹尔曹操把自己视为天下第一英雄, 有能力和资格主持大局。 他在占领汉中后,在杨平关立碑济宫, 并称自己为大司马卫公,显示了他对天下之志。 诸葛亮的战略目标是保卫属汉,复兴汉世的正统和荣耀。 他认为自己是汉朝的遗臣,有责任辅佐刘备,继承汉世的血脉和精神。 诸葛亮曾经说过,赴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。 简以仰德,非但博无以明智,非宁静无以致远他把自己视为君子之事, 有道德和智慧指导大业。 诸葛亮在占领汉中后,在祁山祭祀刘备,并称自己为丞相诸葛亮, 显示了他对刘备之忠。 由此可见, 曹操和诸葛亮在实现八业上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手段。 曹操是以卫国为本,以天下为重。 诸葛亮是以蜀汉为本,以汉室为重。 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。 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,弃吞山河的霸主。 他追求权力和荣誉,为卫国开创了强盛的局面。 诸葛亮是一个忠心耿耿,鞠躬尽瘁的忠臣。 他追求正义和理想,为蜀汉留下了不朽的名声。 总结起来,曹操和诸葛亮在取用汉中战略上, 他们都认识到汉中地区的地理和历史重要性, 都想通过联合或征服低乡等少数民族势力来控制汉中地区, 都面临着粮草供应不足的问题, 都把汉中地区作为自己的战略基地。 但是,他们对待低乡等少数民族的态度有所不同。 曹操是强硬而诸葛亮是尊重。 他们在解决粮草问题上有所不同。 曹操是依靠百姓而诸葛亮是依靠发明。 他们在实现霸业上有所不同,曹操是统一天下, 而诸葛亮是保卫属汉。 这些一统点指出了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, 以及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。 曹操的优势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强大, 劣势是民心不足和敌人众多。 诸葛亮的优势是创新能力和人格魅力高超。 劣势是地域狭小和兵力不足。 曹操对后世的影响是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风貌。 诸葛亮对后世的影响是树立了忠臣良相的典范和智慧谋士的形象。 显表现在要因素兴地的主机群的刻珍三参。 外论会受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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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播剧场。